戴尔·卡奈基曾经参加一次宴会 宴席中坐在卡奈基旁边的一位先生讲了一段幽默笑话 并且引用了一句话 该先生说 嘿 这句话出自圣经 我早已经烂熟于心 但是卡奈基知道这位先生说错了 这句话应该出自哈姆雷特 卡奈基于是好心地提醒他 那位先生却好像被踩了尾巴一样 叫道 什么 你说他出自莎士比亚 那不可能 我告诉你 我每天都阅读圣经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错误 卡奈基也有点倔强 就和这位先生争论了几句 两人勾持起见 只好去找一位大学教授评判 这位大学教授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 已经几十年了 没想到这位教授居然说道 这位先生说的没错 圣经里有这句话 卡奈基感到很不可思议 他日后私下找到那位教授 向教授表示质疑 教授解释道 这句话出自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 可是 我亲爱的朋友 我们是宴会上的客人 为什么要证明他错了 那样会使他喜欢你吗 为什么不给他留点面子 他并没有问你意见啊 他不需要你的意见 你为什么要和他抬杠呢 你应该永远避免当面指出别人的错误 卡奈基听后陷入了深思 这件事也作为了他日后的行为准则之一 当众提出忠告是阶段 私下提出忠告是规劝 很多人认为 指出别人的错误 帮助对方进步 就是一种高情商的做法 但真正的高情商做法是 不当面指出别人的错误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 被当众戒断就已经很下不来台了 又要被人用忠告教训 这很容易让对方 认为是故意让他出洋想 在任何场合 都应该学会用高情商的方法 与他人沟通 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扩大你的影响力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栞音di